比周围人更怕热,你可能要查查甲状线了,此外,这些人也一出汗,在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,大家或许都在享受着温和的阳光和威风,但是李阿姨却不得不开启空调,甚至还要调到最低温度,在家庭聚会中,当其他人都觉得室温室一时,他却频繁地扇扇子,脸上满是不自在的汗水,这种情况已经困扰他多年, 他开始怀疑这不仅仅是个人体质的问题,最终,一次体检揭示了真相,他的甲状线功能异常,这个发现不仅为他多年的不适提供了解释,也让他意识到,那些看似日常的小问题,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示信号,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,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更怕热,或者在众人觉得舒适的环境中出现一场出汗的情况, 这些症状可能被轻视为个人体质问题或是暂时的不适,但实际上,他们可能是甲状线功能异常的早期迹象,甲状线是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小线体,但它却对我们的新陈代谢,体温调节等生命活动起注至关重要的作用,当甲状线功能失调时,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身体症状,包括但不限于,体温调节失常和异常出汗, 甲状线您体内的温度调节器,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精密的工厂,其中甲状线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,尤其是在调节我们的体温方面,它位于我们的颈部,形状像一个蝴蝶,虽小但作用巨大, 主要负责生产和释放影响身体各个部分的激素,其中两种主要激素,三点甲状线原氨酸T3和甲状线素T4,直接影响我们的代谢速率, 即身体转换食物为能量的速度,代谢速率的快慢不仅决定了我们的能量水平, 也影响着我们的体温,甲状线功能抗进,热量过剩,当甲状线过度活跃,产生过多的T3和T4时, 会导致一种称为甲状线功能抗进的状况,这种情况下,代谢速率加快,导致身体产生过多的热量, 想象一下,身体内部的炉火被添了太多的燃料,结果不仅内部温度上升,还会导致一系列相关症状, 如感觉过热,出汗过多,甚至是心跳加速,这些症状不仅仅是体温调节失常那么简单, 它们实际上是身体在告诉我们,甲状线可能出了问题,甲状线功能减退,能量不足, 与甲状线功能抗进相反,甲状线功能减退是由于甲状线活动不足,不能产生足够的激素,导致代谢速度下降, 在这种情况下,身体的炉火燃烧得不够旺,导致体温调节能力下降,患者可能会感到寒冷, 即使在温暖的环境中也一样,除了体温低,其他症状还可能包括能量低下, 体重增加和心跳减慢,干货,识别和应对,理解甲状线如何影响体温是识别问题的第一步, 如果您发现自己比周围的人更容易感到热或冷,或者您的出汗模式发生了变化, 这可能是您的甲状线在向您发出信号,关键在于,这些变化不应被忽视。 定期检查甲状线功能,通过血液检测T3和T4的水平,可以帮助及时发现问题。 甲状线功能异常的症状和迹象,身体信号不容忽视。 甲状线,这个位于我们喉咙前方的小线体,扮演着调节身体多种功能的关键角色。 当它的功能失衡时,无论是过度活跃还是活动不足,都会引发一系列不容忽视的身体信号。 了解这些信号能帮助我们及时采取行动,避免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 心跳加速不仅仅是紧张,甲状线激素水平的异常升高会导致心跳加速,这不仅仅是紧张或焦虑的表现。 如果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,但感觉到心跳异常,这可能是甲状线功能抗进的信号。 体重无缘无故变化,饮食相同,体重却自由波动,体重的突然增加或减少,即使饮食和运动习惯未发生改变。 也可能是甲状线功能异常的迹象,功能减退可能导致体重增加,而功能抗进则可能导致体重减轻。 疲劳与精力下降,不只是老了,长期感到疲劳,无论睡眠多久都感觉不到精力充沛。 这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年纪增长,甲状线功能减退会影响到身体的能量利用,让人感觉持续疲乏。 情绪波动更多的是生理而非心理,甲状线功能的失调可能导致情绪波动。 这种情绪的改变更多是生理因素引起的,功能抗进可能让人感到焦虑和易怒,而功能减退则可能导致抑郁和情绪低落。 发冷或过热体温的异常游戏,如果常常感到手脚冰凉或过热,而周围的人却没有相同的感受。 这可能是甲状线功能异常的迹象,功能减退会让人更容易感到寒冷,而功能抗进则会让人感觉异常温暖。 超出甲状线体温与汗液的其他幕后主使,在探讨为何有些人似乎比周遭的人更易感到热或出汗过多时。 甲状线问题是一个常见的罪魁祸首。 然而,除了甲状线功能异常,还有多种健康状况可能导致这些症状。 了解这些状况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潜在的健康问题,还能指引我们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。 更年期热潮红的隐秘启示。 更年期是影响中老年女性体温和出汗的主要因素之一。 这一生理阶段的荷尔蒙变化常常引发所谓的热潮红,即突然感到身体发热。 面部潮红,随后是大量出汗。 这不仅仅是一个温度感知的问题,而是身体在适合内分泌变化中的一种表现。 自主神经系统失调无形的温度调节气失衡。 自主神经系统负责无意识地控制身体的许多功能,包括心跳、呼吸和体温调节。 当这一系统失调时,可能导致体温调节机制出现问题,从而引起体温过高或异常出汗。 这种失调可能有多种因素引起,包括压力、睡眠问题或其他潜在的健康状况。 代谢速率的改变不仅仅是甲状腺的事。 虽然甲状腺疾病直接影响代谢率,但其他因素也可引起代谢变化,从而影响体温和出汗。 例如,糖代谢异常通常称为糖尿病可以影响体内的糖分利用和热量产生,进而影响体温调节。 同样,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通常称为高血压,也可能影响身体的热量分布和散热机制。 心理因素、情绪的热力学。 情绪和压力也能影响我们的体温和出汗。 焦虑、紧张或恐慌发作时,身体的应激反应会加速心跳和呼吸,增加能量消耗,导致体温上升和出汗增多。 这说明,我们的情绪状态直接与身体的生理反应相连,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。